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有很多人发现呀,孩子睡觉的时候总是踹背 难道是因为热吗?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老踹背的两个原因 你可能想不到 一,积食 有很多家长都有劝食的习惯 但是孩子的脾胃消化能力是非常弱的 一次吃那么多的食物会导致消化不良 大量食物堆积在孩子的体内就会产生热量 孩子就会在晚上的时候踹背了 所以说孩子晚上不能吃特别多的食物 二,被子问题 有的时候孩子盖得太厚就会感觉到不舒服 睡觉也不会很安稳 只有蹬掉被子之后才能安然入睡 而且这样过后过沉的被子呢 也会影响孩子的呼吸 所以说大家在给孩子挑选被子的时候 要挑选一些轻巧暖和的被子 养孩子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小心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现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有晚上泡脚的习惯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泡脚 有些人由于一些原因就不能够泡脚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些人不可以泡脚 一,小孩不能泡脚 因为孩子的皮肤器官和功能还在发育 而在过高的水温下会破坏孩子的皮肤 由于孩子的脚部还没有发育完全 那高温会让孩子的脚变得脆弱 从而很容易导致疾病 二,肾衰竭和心力衰竭的人千万不能用热水泡脚 这是因为这类病的发作时间和地点都是不确定的 如果用热水泡脚很容易刺激脚部产生反应 从而导致心脏病的发生 三,有糖尿病的人也不能够泡脚 因为患有糖尿病的人 对水温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敏感 所以泡脚水温过高的话 糖尿病人无法感触 很容易烫伤脚 所以很多人泡脚时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老年人 老年人如果脚部有伤口的也不要泡脚 因为伤口和水接触更不利于伤口的愈合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我们都知道现在减肥的方法越来越多了 但是减肥要选择一些安全的 那穴位减肥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相对安全的方法 那今天穆子就给大家推荐两个手上的减肥穴位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首先是手背中间的这个位置 大约是直径为3厘米左右 那这个地方属于胸腹区 我们可以在吃饭之前用刮沙板 刮室这个区域3到5分钟 那因为刮室这个穴位啊 能够使肠胃功能减弱 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食指下面到大拇指指根的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是脾胃大肠区 也是啊 在饭前用刮沙板刮室3到5分钟 同样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如果刺激不到胃 反而呢会促进肠胃功能 导致食欲旺盛 所以啊 只要大家拿方法用对了 就可以啊 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那想减肥的不妨试一试 乳腺增生困扰了很多女性 那乳腺增生如果久之不育的话 就容易恶化成乳腺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防治它呢 今天就给大家呢 推荐两个中医的按摩方法 可以拿起到活血化育 加速气血运行 调节内分泌的作用 第一 可以挂一挂脚上的胸腺反射区 位置呢 就在第二个脚趾到第四个脚趾的这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就是管胸腺和乳房的 那么有乳腺增生的 就可以按一按这个地方 按摩时可以涂点润滑油 然后用拇指从脚趾根往上来回的推 每次推个十分钟左右就行 那这个区域主要是治疗乳腺增生的 如果有受乳腺增生困扰的女性朋友呢 不妨试一试 第二 可以按摩曲拳学 曲拳学在我们膝关节内侧 大腿与小腿连接褶皱尽头的凹陷处 那曲拳学属于足缺阴肝经 而我们呢 很多时候乳腺问题都是肝气预解导致的 那曲拳学具有疏干理器调精指带的作用 按摩这个穴位的时候 要用两个手同时进行按揉 每次五分钟左右 早晚各按一次 就能够很有效的疏通肝经 对治疗乳腺增生效果很好 那要注意按摩期间 不要进食油腻吸辣的食物 并注意避免着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